蚂蚁王国第六天 昨天说到青园部落击败天牛领主后 Boss战场又刷新了飞天螳螂领主 以及一朝破坏者沙漠土皇 一时间两大部落都不敢轻举妄动 只能认他们愉快玩耍 以及大肆破坏 地上飞天螳螂把风 地下的沙漠土皇肆意破坏雨朝 这一对组合配合得相当完美 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 青园部落赶紧把雨天牛战争中 牺牲了战士搬回家 同时用石头封住洞口 在家休养生息 最难的还是敦煌沙漠部落 雨朝被土皇破坏成这样了 只能再次搬家 后来他们通过时空壁垒 举足迁徙到一块大石头下面 这里土皇应该牢不了了吧 到了下午几只青园乙兵 在Boss领地探险 远远地发现了飞天螳螂 一只乙兵前去阳宫 没想到被甩出发战远 此后再无战争 后来天主躺到飞天螳螂一声 从未滥杀无辜 于是决定让其飞升 同时给Boss战场降下一场大雨 伴随着大雨落下 战场里刷新了一只鬼面珠黄 以及巨大攻击手段多样化 战斗力久可惜 与此同时在战场最中央 多出一只人畜无害的小胖娃 具体身份不详 只知道所有生物见到他都已让三分 具传一句某大能送来力量的儿子 他就这样到处逛一逛 熟悉环境 累了就睡上一觉 到了晚上 千元部落还是非常安静 为了提高他们的危机感 又给他们刷新了一只领悟了 空间奥义的对手 吸血魔纹 综合战斗力四颗星 不到五分钟魔纹部队就损失一人 目前的情况是 跟黄部落再次举足迁循 至BOSS战场大石头下注潮 清元部落继续修养身心 沙漠土皇继续到处搞破坏 无名小胖娃到处瞎溜达 鬼面魔猪唱到BOSS战场 我们一起来期待 后面他们各自的表现吧 抖音